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建議正值鮑勃拜訪了位於神奈川的小田園城 發現整個區域值得一訪 可以看城堡、登高望遠、文青咖啡 適合當成鄉根旅遊的景點之一 小田園城距離小田園站走大概10分鐘,交通方便 這裡的歷史大致上可以追溯到平安時代後期 然後於15世紀中期由大深寺建立了小田園城郭 1495年,支配了伊豆國北條早雲攻擊小田園後 成為了後北條市的領土,也進行了擴建 在其後一主過幾次,到幕府末年1871年廢城 現在看到的天守閣是西元1960年所重建的 我們從馬出門經過同門後 從階梯往上走 再經過長盤木門,就來到本丸 這裡也是觀賞天守閣的絕佳位置 天守閣三重四階 包含石原總高,38.7公尺 總樓面面積大概1800平方米 跟日本其他的天守閣比較起來算是規模蠻大的 每一層樓都可以欣賞到小田園的歷史文物 展望台大約是標高60公尺 可以看到鄉根、伊豆半島 還有橡摩灣的海景,非常的漂亮 登高望遠後,我們走到小田園城內的 惡公報德神社 是今年當地知名思想家惡公尊德 就是那位拿著書走路的惡公金次郎 神社內的金雞肉咖啡位置很好 室外的座位很舒服 天氣熱的時候點個北海道牛肉製作的雙麒麟 邊吃邊看神社真不赖 這支影片的介紹就到這邊囉,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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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